16套容量的洗碗机 咱们开箱先拆解再体验 首先是主机 然后是面板 装好面板之后的样子 这回呢就像样了 开机 智能洗 重油 日常 精紧 精柔 快速 整体不锈钢内胆 16套容量 三层碗篮 第一层可以放筷子 勺子 第二层可以放各种碗盘 第三层非常的大 可以放锅或者盆 底部三枚喷壁 一枚大的 两枚小的 专用盐存放口 两侧暖缝烘干 第二层上面还有一个喷壁 顶部喷壁 左右两组优微灭菌灯 最后底部排水滤碗 洗碗粉 洗碗块 放到这里 光亮剂 简单结构看完 接下来咱们拆解 看内部 顶部 简震吸音贴 前面 开关门检测 右侧 简震 隔音贴 然后是照明 加UV灯 往下 它的热风 烘干系统 上面有无刷 涡轮 风机 品牌为尼德科 12V 0.4 大品牌的风扇 出风口呢 还有一颗UV灭菌灯 还有一个单向阀 最后中间 是它的电热板 底部电热板 上面散热片 交流220V 150W 可以通过这个孔 向里面送风 再往下是主控板 和关门 助力弹簧 以及拉线 左侧 进水流量机盒 排水管 洗碗机 进水通道 往上 往上 照明UV灭菌灯 排风通道 一直到下面 前门 上面有触摸面板 洗碗粉 投放电磁阀 最后右下角 投地灯 可以显示机器运行状态 四组喷壁 第五组在钟篮上 现在可以看到它的所有核心部件了 软水盒 排水泵 挤水盘 加热 冲洗泵 滤波电容 电源 控制盒 捋一下它的工作流程 首先进水管 进水 这里有个电磁阀 给软水盒 这里面呢 是软水树枝 这里放软水盐 通过纳性粒子交换法呢 将软化水 经过这个管 给挤水盘 挤水盘的右侧呢 有个大管 通往清洗泵 这里还有电热管 将水加热以后呢 通过这里 给这三个管 连接五组喷头 下面还有切换马达 俊拓的 喷壁 切换电机 可以切换某一组出水 然后这里呢 通往排水泵 含浴 直流无刷电机 15瓦 通过排水管 排出 看一下清洗泵 水泵前端的加热器 里面是电加热管 清洗的水泵 品牌为V0 直流无刷 电动机 50瓦 看一下控制电源板 电源控制主板 底部为降压稳压 控制部分 六个白色的集电器 中间是瑞萨的 主控芯片 震灵 软水盒下面呢 还有一枚排风马达 依旧是尼德科 12V 0.14A 清洗室内的空气呢 通过这里 排出 底部漏水检测 温度检测 好结构看完 接下来咱们装回去 体验一下 安装完成 接下来我们上个火锅 然后测试下清洗效果 还有用电量和用水量 特意动用了一大堆餐具 日常洗 需要一小时45分钟 清洗完成 耗电量 1.27千瓦时 排水 大概15升 筷子勺子 挺干净的 水杯 比我洗得干净 碗 没有问题 锅也挺干净的 银行锅 所有的盘碟呢 也非常干净 清洗完之后呢 内置的烘干系统 非常的好用 里面非常的干 很好用的洗碗机 就是这个柜子呢 需要重新定制一个